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要处理的就是比较这个条件 如果说爱好元素比它前一个元素要小 那我们现在应该是把后面的元素交换到前面上这个位置来吧 所以我们要做的操作就是 如果小的情况下 我需要让这两个元素交换位置吧 一交换位置 小的是不是跑到前面去了 List i-1跟List i 它们两个交换一下元素 好那这时候紧接着看一下 对于下标为1的 也就是说26号元素 我们是不是就处理完了 因为它现在当前只有一个吧 好那紧接着26放到前面来 接下来再看 这时候93号下标就等于2了 012对吧 然后我们还按照相同的方式 如果说爱小于它前面这个元素的话 这个大 看一下 再往后走 如果现在拿到的是17 它比前面的要比较 它们条件 当前的下标是0123 看一下爱等于3的情况下 我需要让这个东西跟它的前一个元素进行比较 这时候发现17比93小 也就是说我们写出来这个6号的6号的条件是符合的 紧接着要做的是把两个交换一下位置吧 交换一下位置之后 紧接着再看 交换完位置之后 我这个过程是不是应该还得再继续往前执行啊 对吧 应该一直让17到什么时候停止呢 要不然是它大于前面的一个元素 要不然17一直挪挪到最头 是不是停止了 好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过程 我们写出来的16行跟7行比较和交换的过程 应该是一个循环往前移的过程吧 那这时候我们就来看了 那也就是说 当我比较完成之后的话 当我比较完成之后的话 那我现在爱是不是往前挪了一个位置上了 也就是说 我一旦进行交换 那么我紧接着再往后去做的话 就应该是让爱减等于1吧 对吧 原先爱是在这个位置上面的 也就是0123 它的下标是3 也就是说一开始爱等于3 然后我交换完成之后的话 爱挪到这个位置 93挪到了下标为3了吧 所以这时候也就相当于17号这个位置 应该是3-1等于2了吧 对吧 所以我们就是让它往前一个位置的时候 紧接着就让爱减等于1 减等于1之后的话 这个过程是不是又要进行一次啊 对吧 是要进行一次 所以我们把它放到循环当中 那这时候看一下 我们把它放到循环当中的时候 这时候循环条件怎么来判断 什么时候截止 也就是说先不考虑说17比前面一个大的情况下 就考虑循环一直能往前挪一直能往前挪 也就是说17号元素到头了吧 到头的时候这爱应该减到0了吧 对吧 所以到0的时候去停止 那这时候也就是说爱只要大于0 我是不是始终就要进行这样的过程 对吧 当爱减到0的时候代表17到头了 我过程就再执行了吧 所以这是循环的条件 然后那再看 刚才说了这是一种循环推出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再比较 比如说93号 看一下 现在前面有些系列是这个 这时候我比较的是77 一上来的话发现77比93小 所以77跟93交换了 交换的时候再往前比对的时候 发现77比54大 那这时候也就意味着77应该比前面的所有元素 全部都大了 因为这是插数排序的一个特征吧 前面的始终是有序的 我找到了第一个比它小的了 那我是不是77就可以停下来了 那也就意味着是说 if是小的 那是不是还得有一个else 如果说后面这个爱的元素 比前面的元素大或者是相等 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当前的这个爱所在的元素 也就是77所在的这个位置 就不用再往前挪了吧 不用再往前挪 整个循环是不是就可以推出了 对吧 所以else情况下 我是不是可以就直接break 对吧 break跳出这个循环 那好 这代表的是从后选出一个元素 往前放的过程 那这个过程化到底要执行多少次呢 我们刚写出来的这个循环描述的行为过程是哪个 从后面拿出来一个往前面放 对吧 仅仅描述的是这个过程 那你想 我从后面到底要拿出多少个放到前面去 这就代表我刚才写出来的这个循环到底要是多少次吧 对吧 所以来看一下 那我们到底从后面要拿出多少个放行不行 也就是说要拿出逃出第一个之外的剩下这些做出吧 也就是n-1吧 好 那我们在外面也得包含一个循环了 包含一个循环 好 比如说是接 in in 这个 我们去来操作 看一下 那这时候的话 每一次做的过程当中 第一次我I是等于1的 对吧 第二次 就是说内部循环 我们刚一开始的时候 I不写出了一个内部循环使用的起始的所有位置吗 对吧 所以第一次的时候I是等于1的 第二次的时候I是等于2的吧 从I开始 那第三次I是等于3 对吧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 内部循环I的起始值 是不是跟外层循环有关系啊 对吧 跟外层循环有关系吧 也就要求我内层循环当中的 内层循环当中的 这个I 它的一个起始的范围的一个序列 应该是第一次I等于1 第二次I等于2 第三次I等于3吧 对吧 一直让I等于多少 一直到I等于最后一个吧 去把20往前面去操作吧 对吧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吧 那也就是说 我I应该是从1一直到多少呢 n-1吧 对吧 这是内层循环当中的I 应该从这个序列当中去取吧 是这样的过程吧 好 那这个过程 这个序列的个数 又恰好代表的是 整个循环之行的次数吧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吧 那我们能不能让接去产生 这样的一个序列 可以吧 所以那这时候 让接产生从1到n-1 这样的一个序列的话 接应该 润指这个函数应该怎么来写呢 1到号 是n还是n-1 应该到n吧 这时候润指函数产生的是 1到n-1 对吧 最后一个n是不取的 对吧 那你想 接有了 那我现在直接让一开始的时候 让I等于接 是不是就可以了 也就代表的是 第一次 我去操作第一个元素的时候 接是从1的吧 那I是从1开始 所以这时候I等于1去操作 操作完了 放到前面来 然后紧接着 这个循环体是不是结束了 内层循环 内层循环结束之后的话 我们把它 内层循环结束之后的话 接是不是取下一个数 接应该是2了吧 那紧接着 再看 接等于2的话 I数也等于2 那也就代表我内层循环的这一过程 操作的是下标为2的 这个元素 开始往前去操作吧 所以这样的两层循环 就达到了咱们的一个效果 那N是多少 我们再一上来 N应该是一上来 应该是列表的长度吧 Lisa 好 那看一下 咱们这过程 冒泡 这个插入排序 是就写完了 也就说内层循环 把注写一下 I代表的是 代表 内层 内层循环 起始 内层循环的起始值 然后 再看 内层循环 代表的是 实行 从 右边的 无序 序列 中 取出 第一个 元素 即 I 位置 的元素 然后 将 其 插入 到 前面的 正确位置中 这是内层循环 那外层循环呢 代表的就是 从 右边的 无序 序列 中 取出 多少个 元素 执行 这样的过程 对吧 好 那这时候 关于 插入 排序 咱们写完之后 咱们来验证一下 我们把他拿过来 insert 插入 排序 运行一下 看一下 运行的效果 一开始 是无序的 后来 经过 插入 排序 达到 有序了 也就代表 咱们的程序 没有写错 没有写错 然后 看一下 那我在给大家的 课件当中 再去使的时候 对于内层循环来说 我是不是使了一个 file的循环啊 对吧 那这个file的循环 跟我们在右边写的 这个循环 它到底有一个 什么样的区别呢 看一下 我们在右边 咱们自己带大家写的时候 这个爱的过程 经过内层循环 它的一个特点 也就是说 爱的值始终是什么样变化的 爱也就是说 这个过程一开始 爱是等于接的吧 对吧 然后紧接着经过一个循环之后 变成了接减一吧 对吧 爱减等于 是不是就接减一 紧接着再经过一个循环 就应该变成接减二了吧 对吧 这个过程一直到谁结束 看一下 是不是到一去结束啊 对吧 因为到零 这个循环是不是不进入了 所以它应该是不是到一 就结束了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爱 生成这样的一个序列呢 生成这样的一个序列的话 就应该是 润值 从接开始 为了倒一的话 那我终止值应该取谁 取零吧 然后 每次的话是倒着数 减一 对吧 看一下 我底下润值的函数 从接开始 不尝试负一 也就是倒着走吧 那取出来的是 接 接减一 接减二 一直到谁呢 我们上个径环当中 带着大家说的 应该是让爱等于一的时候 紧接着就不能再去进行操作了吧 不是 进一的时候 能操作 到零的时候 是不是就不应该再进来了 对吧 那我在这里面 写的过程 就应该是说 在一的时候 能操作 到零的时候 不能操作吧 那我爱的序列 是不是就应该是 接减一 接减二 一直到一啊 我为持统这样的一个序列 可以使用润值函数 那应该是接到零 零的话 是不是得取到 它前面一个值 不常是负一的话 前面一个值应该就是一吧 所以 我们在左边写的这个过程 跟右边是一样的 右边的过程是一样的 它只是把哪个融到一起了呢 看一下 把爱大于零 跟爱减等于一 这两东西 融合到一起了 对吧 看一下 爱大于零 跟爱减等于一 是不是放到一个 Ring的还是当中了 就是这样的区别 这个break的话 等一下 我在这里面 已经直接给大家写了 那个关于插入算法的 优化 看一下 如果说 我把爱尔斯 网号break 这句话注释掉的情况下 那对于我前面 既执行插入操作的时候 有影响吗 没有影响吧 那也就是意味着是说 这时候 看一下 前面四个有了 我操作的是93吧 操作93的情况下 紧接着来看一下 看这个过程是什么 操作的是93 这个位置的话 那我们要做的 一上来跟他前面的77 进行比较吧 结果发现 77跟93之间 93大吧 所以不交换 不交换的话 我现在把爱尔斯 不注掉了 注掉的话 爱是不是减一了 减一的话 这时候相当于就 拿77跟前面的过程 比了吧 拿77 想一下 一开始 爱是在这个位置上来的吧 看一下 现在是零 一二三四 也就是说 现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爱等于四 我现在操作的是四号位置 跟前面的位置 也就是93跟77吧 进行比较 结果发现这时候93就是比77大的 所以这个意乎条件 是没进去 左边的情况就显成这样 没有进去之后的情况下 那我紧接着 为了跟左边可见当中是一样的 是不是让爱减等于一啊 让爱减等于一的话 这时候爱就变为三了吧 对了吧 让他爱变为三 让他变成爱等于三之后 又执行这样的过程 对吧 还是执行这样的过程 紧接着相当于判断 爱等于三 三号位置 跟他前面这个位置 元素之间 谁大 谁小 如果小 再往前交换 如果不小的话 把爱往前挪 爱变成二 对吧 这是左边课件当中 写所写的这个过程吧 因为我们说了 ball range的话 他就相当于是把爱大于零 跟爱减等于这个减等于一 这个东西 融合到一个润志函数当中了 他没有进行优化 那如果没有进行优化的话 这时候正好来提出咱们的时间复杂度 看一下 他的时间复杂度到底是多少 看我右边写的这个 先按照右边写的这个状况来判断 他的最坏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看一下 内层循环来说 我现在把IOS注掉 把爱减等于一提出来 这是跟左边课件当中是一样的 那这时候看一下 我们写出来的这个代码 他的时间复杂度是多少 首先看 是不是看一下外层循环呢 外层循环到底要执行多少次 要执行多少次 从一到N那他要执行多少次 N减一次吧 那所以我们把它是不是就认为这个时间复杂度就是N了 对吧 然后再往内内层循环当中呢 这要执行多少次呢 看一下 我们说的最坏时间复杂度 是不是你可以认为把最后一个元素往前操作呀 对吧 那他一个位置 一个位置 一个位置 一个位置的往前挪 那挪到最前面来说的话 他执行的是多少次 N减一次吧 对吧 那前面这个元素再往前挪的话 他执行的是N减二次吧 第三个 这个倒数的 他执行的是N减三次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把那个系数都给他忽略掉 也就认为他每次执行的时候 这个时间复杂度都是N吧 那你想内层循环是N 外层循环是不是也是N 那也就是说 这个的最坏时间复杂度是N方吧 对吧 两层循环嵌套 所以是N乘以N 也就是N方 没问题吧 那好 这时候再看 我把代码改成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把这IOS除掉 把爱减等一提到前面来 这时候的话 也就意味着是说 即使我找到 比如说找到93 他比前面这个东西大 那我前面的内层循环 这个过程是不是还在执行 对吧 对吧 也就是说 无论我处理的序列是什么样子的话 那他是不是都是N方呀 为了进行优化 也就是刚才提出来的 以上来带着大家写的这个过程 我们发现 这个过程是什么样子 发现如果93比前面的数列已经大的情况下 我内层循环是不是就不需要再去执行了 所以我们把IOS等于break 这块给注释掉了吧 给写上来 补充上面来 也就意味着说 如果操作的后面这个元素93 比前面的元素大 那我整个内层循环全部不需要操作了 好加上这样的一句话之后 看一下我们能不能提升它的最优时间复杂度呢 能不能提升一个最优时间复杂度呢 想一下 这时候如果说我们操作的序列本身就是有序序的呢 看第二行 如果现在操作的就是有序序列的话 那你想我们写出来的 第一次认为17是有的 所以取出来的是爱抖1吧 也就拿20跟他比较 拿20跟他比较 发现20比他大吧 一进来 是不是这循环体执行一次之后就break了 推出了吧 紧接着往后挪一个位置 这也是因为加1了 往后一个位置 拿2号 2号往前再比较 发现26是比20还大 所以内层循环是不是又执行一次就break了 那也就意味着 对于我们内层循环来说 虽然是个循环体 但它实际上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执行一个语句就退出 执行一个语句就退出吧 每次执行的是不是都是else的 else冒号break这句话 那也就是说 这时候对于一个有序序的来说 那它的时间复杂动内层循环当中 是不是已经降为1了 降为1外层循环 我是不是还在执行这样的过程 因为我必须得拿后面的每一个元素 都看断一下它到底执行到 差到哪个位置上了吗 所以对于外层循环来说 我们没有办法优化 那这时候就变成了n乘以1了吧 对吧 所以你想我们加上else冒号break这句话 是不是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况 它就代表的最理想的情况下 就变成n了 所以对于插入算法来说 它的最优时间复杂度指欧文 对它的最坏时间复杂度指欧文方 这两个能理解吧 然后紧接着我们再来看 对于这个插入算法 它的稳定性 到底稳定不稳定吗 到底稳定不稳定吗 看一下 我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去写的过程当中 每一次都是对于后边的这个无序序列当中 从前往后去取吧 往后去取 如果说这时候看一下 看一下 这是77 对吧 这时候我操作有两个77 有两个77了 然后前面这个再去操作的时候 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我现在比如说序列变成这样了 然后紧接着我要操作的是二号位置上面的这个77 然后跟前面的比较 发现77就是应该放到26后面图 放到26后面吧 然后紧接着 我紧接着操作54 发现54应该放到77的前面 然后序列完成 前面这一步完成 再往后一个循环当中去操作31 发现操作31应该是放到26前面 26后面这部分吧 放到26后面部分 这时候代表31也插入进来了 紧接着再处理就是这个77了 我们写的代码当中 是不是对于等于的话不去处理啊 因为等于等于号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不用再往前移了 那77是不是就应该放到这个77的后面 那也就是说按照我们这样去写的话 那77原先前面的在前面 后面的在后面 排序之后的话 它们两个相对的前后设计 是不是没有变啊 那对于没有变的话 它的稳定性就是稳定的呀 对吧 是这样理解吧 所以对于插入排序来说 它的稳定性就是稳定的 看一下底下这个图 插入排序的一个动态的效果图 发现它每次都是从后面往前去挪 是这样的特点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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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